还有高手 新版本解读一下 你妈才刚开始体验你就要解读一下 老子没开始玩到这人解读啊 当主播是神啊 实践出真理 你妈第一天就出攻略的人 就是老贪你知道吧 所以是为了博眼球 但是我第一天也会出 因为我必须 必须趁上 新材机的热度 有学历要求了吧怎么 啊学历要求吗 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的儿子会打洞 我在小组于算专家呀 我不能捐金 我出了个矮还有啥缺点呢长得又帅 又不胖不痘的 刷声也好听 竹女是红开 难开的呀兄弟们继续翻野了 居然敢难开 他必须翻野 好奇被我的小眼睛看到了 那我们就来 哈嘻哈嘻 我心急速率里呢 你失去 好吧 主播为什么不三个盒子全自动生化 不是全自动生化干嘛呢 你又不反野 还不是把手都逼也去呀 我只能把盒子放了快一点 我能拿 但是这猪女在这 猪女在这 走吧 哎 好的 韩服大师相当于北大学历 兄弟你这夸张了 夸张了 虽然韩服大师确实也 对于普通人来讲确实很难 但是他这个游戏里面领域 成就啊他肯起来跟北大没法比 我爸妈不会因为我上了韩服大师韩服王者 对我刮目相看 但是会因为我考上北大 而对我 充满期待 未来可期 我去四秒钟 我去四秒钟 他跑不了 只要不是六级 非白减速我们利用行李数据继续追 还两刀 还一刀 直接A死然后Q走 赏兵打我 呃 直接B吧 上半区没有野怪了 然后卡斯林是没有闪现的 猪女还要闪现 记住 我就不买狂妄加cd了 不过这个打法零cd会不会有点蠢呢 就如果我买这个的话我是零cd 真的是零 零cd 线刀没用线刀没海妖 线刀没有对比了嘛没有cd了感觉就很难解 线刀如果cd的话线刀其实是比较好的 线刀没cd我觉得没必要出来 线刀没有对比药光效果了没必要出来 一个回蓝 真没啥 这波怪试一试 这波Q啥是有机会的 有眼呢 好像来不及了好定 白白进步了 先看ADC 看能是6级控小龙吗 虫子在吃但是这个猪女我记得是有三间的 哦漂亮直接杀掉 那么这样的话我们赶紧吃控龙 漂亮这个猪女是控不了虫子的 而我可以把龙给控了 但是他家里其实是有野区的我想吃野区 因为看了一下其实 倒是也没有什么cd 就是没有cd你知道吗 不可能买这个加cd吧 就是不要cd那就是硬完 不要cd能完 但是不好拉扯 就是最好是 起码得带个20的cd 我这么觉得 起码得带个20的cd吧 怎么一点 那就只能死个气的东西 比如说我不要我少点野术 我不要有梦 这样 这武器也挺好 这武器太好了 得帮他把兵清了 然后把这个猪女的野区烧给他搜刮一波 那我就直接进击司机吧 卡特不见了 还在边上 过来直接搜刮野区不管他们 这也在你的计划之中吗 这也在你的计划之中吗 让远程英雄扛 对就这么玩 我走了 我这个q都能预判到 有逼啊 不过我们我们这波上野区该定没了 我们可以稍微的去 看一看 下装备的话 来个三轮刃吧 或者直接出暴击 直接出暴击其实没怎么出的 暴击东西是遇到后期才有用 前进面的没有 来三轮刃吧 哎呀我移速比较快他飞不走 往这边飞 好像能飞走 那我们继续回下路这边已经没有野怪了 买三轮刃需要点CD来不能完全没CD 这版本别出现 别带那个星石了兄弟 星石这版本废了 不用说了 不是废了 这版本那有火炬你还比完AP还需要个毛的星石 直接他妈挪火炬如敌 直接挪火炬变刷野小子 野区全吃我都不就不去笑的借王瘾了 他露了那个ADC出来速度差不多 不然我们可以蹲一波一次也帮我一次回家 这里会有个露露在这做事也 等一下辅助吧兄弟们 开到能杀吗可以吃死我状态行 剪输 直接剪输 晕住之后直接被吃 给兄弟个人头 没有选择给了 我现在这个人头也是 十几次之后 不值钱 人头只有200块钱 坏坏坏坏上路被带杀了 上了个晃路坏坏坏坏 星石的合成路径被改变了 哦不不不这个 这个 战刃的那个 合成路径被改变了 变成了一个两个常见 这个东西改动也没什么来用 感觉还不如变成个死搞 飞吧减速可能追上不 他这波有还有一大大招招了 但是我有cd 我下个q马到 哎呦坏 老子给我没看到啊这个祖女 不然我到时候躲他人杀的我没看到 哎呦 坏了这波 800块钱一直给他 给他这个塔琴 这波上的有点烈的 我这波没看到啊 卧槽 话话话这 QR太远了 从我地图外面过来了 根本这波 不够专注啊 没看到 怎么对我妈信号都不给主播了 完了这玩意翻不了了 三线躲啊 不到就挺好的 一换一也是 走先掌这个800块钱送了之后上的也是打不过了 哎呀 哇 亏贼 亏贼 W没中 我只要反正撤一下 还行这卡车发力很差 卡车发力也没什么伤害 这卡车埋的什么东西啊 好像是海妖卡车 你去捞干净我们控龙打了 尽早控龙 避免卡丁到16翻盘 龙直接控 吃 龙直接吃 红尘罪 拉摩 一 血 面 知 罪 一番红 成一番罪 感觉AD小手还没有AP刷的快性感 猪女好像没到招了 再往靠,猪女还是很肉的,也是炎的 猪女没啥了 飞带一丢 这不充打直接拆,我们去控前锋 哎呀兄弟你这个 你嘛你警告警告了你还在这 你还玩上素质了 难怪卡瑟琳不要被血 上有点高啊 直接拾一击要一套秒我了说是 我们回来杀人 这个先锋就不太好控了,等我再控 后面开始补暴击 我们现在我们现在开始出暴击 暴击的话收率者无尽到参加 这三个比较好 我看了一下 这个新装备这个叫什么 新装备加暴击 流血的这个装备啊我觉得一般 个装备一般面板太差了 65的攻击力就比收益者高5点,但是换来的是 15点的穿甲和一个斩杀小狗 肯定比这个35%的暴击要好一些 听说他可以 就是可以 抵夹 就你暴击 比如说我两刀 我三刀暴击三刀暴击是可以三下都可以抵夹了 相当于小无尽 这么一想其实 倒是也不错了 这么一想的话这装备其实还不错 但是 还是的话你都能暴击了你还要这个B无尽干嘛呢 你还要这个B装备干嘛,你为什么不是无尽呢 我都能暴击才能触发了,我都不是无尽呢 对吧我暴击都能触发了 我还要你无尽钢,我还要你这个装备干嘛呢 社会者无尽 社会者能给你钱啊 咳咳咳咳 对吧你必须你想想是不是 你都要暴击才能触发了 你说我还需要他干嘛呢,我为什么不买无尽呢 无尽是提升百分之 40的暴击,50的暴击,相当于增加50%暴击是什么 你这个就35%的加成 对吧很显然出什么不知道都说了 除非我有格子 比如说把这个上刃或者换那个东西 卡特不俩些,我对面还得比较肉了,三个不俩些了 我得买大剩架了 我得阿闪 去走开 我哟,这种这辅助 我这波开的让人绝望啊兄弟们 咬 所以你们觉得呢 对吧 主要是没格子 我觉得 比起要个暴击伤害点不如来三刃 三刃加100点伤害和穿甲其实跟35%的加成差不多 有CD呢,能让你稍微的 不至于那么呆 完全没CD的话太呆 你还想吃先锋的钱不给 准备小龙 这波回家我们我们起码个装呗 这次 大三甲可以买 这么多不俩鞋,大三甲的收益很高 对于小手来讲啊 一个大三甲其实就可以 因为现在大三甲被改成了40%的 百米穿透,你看见没有 配合我们的固穿 说实话 你在我面前 买 对面点了 你在我面前买 不俩鞋真没用 而且不俩鞋的效果也是被削弱一点的